下午三十四十五分,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来到北京展览馆,走进展厅参观展览。 展览设续厅、中央综合展区、地方展区、展望展区、室外展区和互动展区六个展区,面积超过三万平方米。 运用图片、实物、模型等六千多项展览要素,角度丰富、内涵饱满。 展览紧扣奋进新时代这一主题,以党的十八大以来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、治国理政为主线, 聚焦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成就、伟大变革,既展现事业发展的新局新貌, 又揭示变革背后的力量和动能,既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引领、思想指引, 又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、干世创业的良好风貌。 展示我国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跃升的自主研发关键产品实物模型, 反映功勋荣誉表彰体系、日益丰富完备的勋章、奖章。 国家级重大出版项目复兴文库。 生动在线、脱贫攻坚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历史进程的实物、图表、图片。 5G协同、天空地一体化、生态环境、立体摇杆监测体系模拟沙盘。 武器装备模型。 呈现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内涵、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成果的展板、实物。 彰显精进记协同发展成就的立体电子地图。 展现规划建设、轨道交通和科技创新等方面亮点成果的粤港澳大湾区沙盘。 一件件实物模型、一段段生动视频、一幅幅图片、图表,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。 他们不时驻足观看、听取讲解、询问有关情况。 在京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国务委员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览。 感谢观看